十章门徒二十三二十四跟三十一节 今天的正道信息是 做个自留的基督徒 新约圣经哥里多前书第十章 二十三二十四跟三十一节 好每一种方大我每一种来讲 凡事都可行 但不够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够造成人 无论何人不要宠自己的力助 乃要宠别人的力助 所以你能莫知莫合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你不要宠而行 阿们 与神祝福福大会的 我们今天下期的正经 这个正经过来给你冠军大 我们再次来报告 祝福祂与我们感谢祂美丽 祝我们得着感恩 确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都是你按着我的名字 听你找我 祝我们更是感恩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家中 祝我们为的是要遇见祢 也为的是要得找祢 主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家中更是胜愿 主你也全能能得到我们的重能 主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主我们求祢来保守我们的重能的心思一念 主要更是将他说的话 也给我们的重能 主要也求祢帮助我们 那我们从今天的心情分享当中 主要让我们真实能够明白祢的意思 谢谢我们祷告 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灵求 阿们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 做个自由的基督徒 这边有陪伸 他说的他也陪伸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做个自由的基督徒 大家觉得基督徒自由吗 基督徒 前面的说自由 我们身上的人是自由的吗 做个基督徒是自由吗 自由 好 那就变得到了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个自由的基督徒 对不起 可以帮我把那个观感带上来一下 对不起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是自由的 但是方天说我们今天好像很不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常常听 我们做基督徒呢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这个 对不对 有很多的限制 有很多的要求 做基督徒 不可以杀话 不可以做大 不可以经营 你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等等等等的 这不就是不自由吗 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做 但是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说在我们没有新耶稣之前 我们有偷偷的自由吗 我们有经营的自由吗 我们有杀人的自由吗 有吗 也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今天到底什么叫做自由 好我就查了一下 在那个汉语大词典里面讲 自由作为一个形容词呢 意思是自己做主 不受限制 不受约束 好那么作为一个名词 他讲到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自由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自由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 在宪法和律法范围内 公民享有的 按个人意愿活动的权利 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是有自由的 你自己做主 不受限制 不受约束 因为你在你的身上 绝对有主权 对吗 别人在你的身上 但是你在你的身上 绝对有主权 你想做什么 不受限制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自由在 好在这个社会当中 那么在一个国家当中 我们必须在什么以内 避免我们的自由 在宪法和法律的法内 那么你按着个人意愿 你可以自由的活动 但是你不能触犯什么 这个宪法和法律 你触犯了 你犯罪了 那么你就会有自由了 好所以弟兄姐妹们 自由它有它的一个什么 它腻在哪里 你定立在那边 作为我们今天个人来说 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有绝对的自由 当然是呢 好 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信的耶稣走 我们是不是也有 不信徒之前的自由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看到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 比较自由呢 还是作为一个非基督徒 比较自由 好 所以作为一个非基督徒 好我们好看到说 对基督徒有没有 不放罪的自由 圣经应该怎么说 但是法罗说 例子行善 有的我 行出来 有不得我 法罗说我真是不哭啊 所以就我脱离这 取始的身体 所以作为一个性的人来说 没有不放罪的自由 我们常常的时候 会愿意好像说 好像常常会被那个罪下字 然后我们就去做什么 放罪的事情 好像杀谎 我们好像说 不想杀谎 但是呢 好像常常的时候 一件事情 某一件事情 或者某一个状况 或是我不得不去什么 不得不去杀谎 所以 今天到底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我们常说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叫一种自由 那么 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 我今天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是自由 那么我不想做什么 就可以不做什么 是不是自由 是对吗 如果你今天不想做什么 可是你一定会去做 一定要去做的话 那它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自由了 就像我昨天说过的 抽烟的人 你们一定都知道 烟河上写的 心烟有害健康 那为什么你们还是一定要抽呢 自由呢 不自由的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自由 我今天想抽烟就抽烟 我想不抽烟就不抽烟 好那我想说 戒烟的人 这个过程都知道 我想戒烟的时候 你戒得了 戒不了的 因为这个烟瘾在控制你 所以你不得不去收 所以你是没有自由的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说那基督徒就可以 有抽烟又不抽烟的自由吗 好我们等一下吧 等一下 所以我们说今天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 好我再说一次 什么叫做自由 好我说我们今天 第二讲的这个是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这个叫做自由 那么保罗呢 在哥林多潜书当中 保罗讲用了很多很多那个章节 讲到基督徒的自由 其实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 保罗就一直在讲基督徒的自由 那么我们今天从几个方面来在这里看 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 好所以第一个呢 保罗在哥林多潜书第八章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们 他就让我们来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今天到底能不能够吃 这个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大家都吃过对吗 好我们都吃过 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但是今天我们吸引了准之后 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吃 这个祭拜偶像的食物呢 我们说不可以拜偶像 我们都知道 那么拜过偶像的食物 你们吃还是不吃 好他不吃对不对 那么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好有的人说可以吃 那可以吃为什么又不吃呢 好所以我相信好 今天说可以吃的人 因为我们也有什么 我们有知识 在哥林多潜书第八章 保罗说 你们这有知识的人 好他说你们这有知识的人 今天这个祭拜过偶像的书 你们就什么 因着你们有知识 你们也有信心你们就吃了 好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知识 当然是因为他们有装备的 好所以哥林多家会的很多人 他们是很有恩赐的 所以他们对圣经的知识 对很多什么 这里的知识他们都是很扎根的 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祭拜过偶像的东西 是可以什么 是可以吃的 因为他们有支持 那他们有哪一方面的支持呢 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 好那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 这个祭拜过偶像的东西算不了什么 也算不了什么对吗 既然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 我们今天只有一位主一位神 上帝是什么 自高权力 上帝洁减了一切的食物 我今天不行我就可以吃 所以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 所以这些有支持也有信心的人 他知道我今天吃了 他知道他犯罪 他犯罪 所以他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所以弟兄们基督徒 按着有支持的人来说 你今天可以吃什么 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但是呢 保罗接下来说了 你们有吃的自由 可以吃 但保罗说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进城的那 软弱人的半小时 所以保罗就说了 你们可以吃 但是呢 你们今天要谨慎 你们吃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别人会被你办到 原来有什么人会被我们办到呢 所以 就像当中有的人说可以吃 那当中觉得也有一些人觉得什么 不可以吃 那这些不可以吃的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没有装备 没有知识的人 信心也网络的人 他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 是祭拜过偶像的东西 不洁净啊 他觉得这是不洁净的 所以今天怎么合理吃 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所以这些人 他自己吃的时候 他里面都已经很不平安了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人 吃过祭偶像的食物之后呢 突然间有人跟你说 这个实际拜过偶像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吃 你心里面就发现了吗 很不平安之后 我是不是犯罪的 我曾经就有做这样子的经历 我曾经信主人之后呢 我就跟我姑姑说 我不能吃这个 祭拜过偶像的东西了 那个时候没有知识 我只知道 这是拜过偶像的不能吃 所以呢 我不是好 那我就当地煮 好 过年了 他就说他煮一些 好 没有拜过的东西有吃 好 那有一天 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们第二天吃火锅 他就说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记拜过的 我们可以随便吃 没有问题 那结果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就当地说 你知道吗 你给我骗了你 这些全部都是拜过偶像的东西 所以 我当时吃到一半的时候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我当时感觉是 哦 脏糕透了 然后心里面又很生气 为什么要这样准备待我 所以吃不下了 然后就放下我的筷子 我就自己上罗去了 好 那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那个 我不知道到底 他说 我不知道说的是真的 是不是 我不真的骗了我 但是我当时知道说 我感觉就是犯罪了 我今天吃了几百偶像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没关系 我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 我只知道我要跟偶像是什么 我不能够几百偶像 我不能够跟偶像有任何的连结 所以弟兄姊妹们 信心软厚的人 但是我不是这样子 哇 我当时很怕 我得罪神了 好 所以感谢者 后面很久之后 才知道 记得偶像的东西 好可以吃 但是呢 今天有一些不知道的人 他看到你这个知道的人 吃了 他就买 他就软弱了 他会因为这个流河跌倒 就好像说 今天故事展讨 我们这些知识都知道 这个可以吃 所以我们这上面一起吃 这些人不知道的人 就看到 哇 这个故事展讨 这些只是能带头吃 这个记败和偶像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个价格没有问题了 所以 他就从此可能会什么 跌倒 所以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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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 所以 保罗说 如果今天吃这个记败和偶像的时候 会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选择什么 永远不吃肉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 你可以选择吃 因为这是你的什么 自由 基本都可以吃 你吃的时候 你犯罪 那么保罗有没有自由 保罗说 我也有自由 我就选择什么 不吃 因为我吃的时候 会让我的弟兄跌倒 那么 我因为会让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选择不吃 那这是一种自由 是 那你觉得说 我一定要吃自由 那还是说 我可以 我可以选择吃 我可以选择不吃 是一种自由 吃或不吃 我有这个选择的权力 因为这个自由宰你 所以弟兄前妹们 今天选择吃是自由 选择不吃也是一种自由 那么接下来 在保罗在第九章当中 在第九章当中 他就继续讲了 第九章第一节 保罗说 我不是自由的吗 他说 我不是自由的吗 保罗是不是自由的 他是自由的 保罗说 我不是使徒吗 他是使徒 对吗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使徒吗 难道我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 所以他接下来讲到 他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权柄 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自由 他有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 意思就是说 他今天有没有权柄 还有领心水 有 保罗有没有领心水的自由 有 但是保罗有没有领 没有 当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城市 为了在这个地方传福音 见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保罗在那边工作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 保罗没有领过哥林多教会的薪水 保罗没有 那他怎么生活呢 他一边支他战痕 一边什么 一边传福音 一边就牧眼教会 所以三年多的时间 他跟八百八两个人 是没有领心水的 但是保罗说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靠福音吃喝吗 他有这个自由 可是他为什么不领 因为当时 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说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 非常不成熟的教会 哥林多非常不成熟 那因为这个 哥林多教会 不成熟的缘故 所以保罗为了造成这个教会 他就不领什么 他就不领这个心水 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 他觉得他不领的这个心水 可能当初许多的弟兄姐妹 就觉得保罗在床 吃喝教会 所以保罗神经 为了不让你们跌倒的缘故 不让你们觉得 我今天 靠着床 可以牟利的任务 我就选择什么 不领心水 但是呢 保罗到了其他的教会 他在菲利比教会 跟马其诺 那个地区的教会 他就领点点的心水 那在菲利比 跟马其诺 教会的圣经里面说 他在极穷之间的拿分线 那说明 那两个地区的教会是什么 是非常穷的 非常贫穷的新都 可是保罗怎么能够 收那些贫穷的新都的奔性呢 弟兄姐妹们 那是因为什么 那些地方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这样子的什么 看见 他们也有 他们很成熟 所以不是 不因为他们贫穷的缘故 就限制了他们生命的成长 他们非常成熟 他们今天知道 今天靠福音 今天来床福音的人 他是要靠什么 福音养生的 所以他们就 好 奔现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费穷给谁 给保罗 其实保罗能够什么 靠福音养生 所以保罗就在那一个教会 在基础的教会当中 他就收他们的什么 薪水 所以保罗 这是他的基额 他有这个权利 可以怎么样 好 那这个教会 一定要提供他养生的 提供他薪水 那他也有这个基额 他可以有 也有这个基额 就是什么 不拿这个教会的薪水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说 拿薪水的背后 是他的自由 那么不拿薪水的背后 也是什么 也是他的自由 就像我昨天讲过 我昨天讲过 说我们的彼得长脑 他就是 不拿什么 不拿薪水的 你今天能不能说 你不拿薪水 你就不能好好服侍去 你一定要领薪位的薪水 不会对不对 这是他的自由 那就好像说 很多人就一问 我没有领薪水 我是领薪水的 说那 皮特能够领薪水 保罗不领薪水 有什么领薪水 好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领薪水 不领薪水 自由 自由 所以今天 保罗 他不领薪水 是因为这个教会 不成熟 所以他说 难道我们有权力呢 他有这个权力 那么今天 我们这个教会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皮特长老 当初不领薪水 然后他昨天补充呢 因为这个教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什么团契的形式 所以当时呢 有一批的童工 都是从 尼泽水里面出来的 那有一批的童工 他们就很愿意 在这边 发展这个势工 所以当教会 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批童工 就想 其中有一批童工 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人家 现在开始应该要领薪水啊 因为 就做了很多的工作 结果当时 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 他说 如果今天 要领薪水的话 他说 只有皮特一个 有资格领薪水 我们身上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领薪水 因为皮特长老 在这里付出的时间 是最多的 所以当时 考虑到这个缘故 他就说了什么 他就向神祷告 他说上帝 我今天来服侍你 不是为了薪水的缘故 我立刻 不领薪水 好 我立刻不领薪水 今天就要来服侍你 所以你帮助我 他就向神祷保守 就是一生服侍 都不要领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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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教会的薪水 所以因为 他这个祷告的缘故 也因为他看到 当时 教会 三十几个人 哪有钱 能够来顾养一个传道的人 没有钱 所以他就看到 教会也很穷 教会的弟兄姐妹成熟 他刚刚师父也不成熟 所以他就想 不能够领薪水 所以 从此以后到现在 他也没有领薪水 好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是因为当初 他从起初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他为什么没有领薪水 所以他当初 如果领薪水是他的自由 他可以领 但是他选择不领 也是他的什么 自由 那你说我 我领薪水 那也是一种自由 但是 为什么我有领薪水呢 因为要靠福音养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教会有要求 今天不能够 作为一个传道人 不能够去外面 自己打工 我今天做工作 就是要什么 不是让我 不是神 不是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我的时间 叫做全时间 闪到人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领薪水 如果不领薪水 我将客气给你分手 好 所以 希望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就像保罗 可以是哪 可以 他也可以不领 他有这个自由 所以他不领的时候 还是自己做工 所以有一天 因为阿弥陀传道 我们教会也很久 你也自己出去做工 我们教会也很久 我们教会不给你分发心血了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传到这个境地的话 绝对马上自己 就不给你心血了 所以 我们感谢主 所以保罗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 基督徒的自由 做一个基督徒的自由 是可以什么 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中 我可以做 你可以选择什么 做 这完全是我的自由 我们不因为其他的人 会说 哎呀我一定要走 或者我一定 就不能这么去做 而是今天在 我自己很自由的 可以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 当我们今天看到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 很多事情 我到底可不可以做 我到底能不能走 是要看什么 看状况 好 所以答案一定是什么 你一定不能走 我就说 你一定要这么做 所以 看状况 所以我昨天就 举摸例子 在保罗 在第七章的时候 我就讲到婚姻有问题 好 今天婚姻的问题 一个寡妇 或者是 我说的是寡妇 那 一个寡妇 或者是 今天做离婚的弟兄姐妹 那离婚的前提是 你的另一半 犯了经营罪的缘故 好 那还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到底要不要结婚 可以不可以结婚 好 雪姨姓姐妹们 可以结婚 还是不可以结婚 可以 还说单身的当然可以结婚 那离婚的 可以结婚 还是不可以结婚 可以 真的可以吗 要看 好 谁要看状况 对不对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到什么 如果不因为另外一方 犯姻姻的缘故 你们今天离婚的时候 还可不可以结婚 不可以 因为你结婚的话 你做什么 就犯罪了 你就犯罪了 那如果是另外一方 因为姻姻的缘故 你们离婚了 那么以后 你们 你这个离 可不可以结婚 你是可以结婚的 那当然 如果说今天你的另外一方过世了 你作为一个寡妇 好 当然 或者是 你们另外一方过世了 中 他作为他 你这个还活着的人 你在哪可不可以结婚 所以是看状态 对不对 如果他已经过世了 那么你可以 再婚 他单身的 单身的什么 单身的当然 就更是可以结婚了 所以今天 有很多人 对教会有个误解 就想 传道人 牧师 可以不可以结婚 因为天主教的神父 不可以结婚嘛 对不对 天主教的修女不可以结婚 好 修女传 好 修女跟天主教的神父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 那是因为他们的什么 教育是不一定的 但是今天 在圣经当初 神也没有说 你们今天不可以结婚 圣经没有说 所以今天你看到牧师都有什么 都有师母的 牧师都是有师母的 所以 我昨天也讲到 有个问题 这是结婚属里 还是不结婚属里 而且结婚属里 不结婚属里 不结婚属里 对不对 不对 所以刚刚 我就讲到说 我们社区院有一个老师 他姓李 他是一个姐妹 这个李老师呢 他从幸福的时候 他很想说幸福了 他幸福的时候 决志要跟学耶稣的时候 他愿意把自己奋献的时候 他就另一个心思 他要守属生 终生守属生 所以他一生没有结婚 今年天天天都大了 还是大事 他没有结婚 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为了 能够更专心的 服侍子的运步 所以他选择什么 守属生不结婚 你们说他不属于他 他不属于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牧者 是为了什么 各方的服侍教会 他要选择去什么 结婚 因为如果今天不结婚 你不能够明白家庭的纠婚 对吗 你今天不结婚 我正不明白 你们家庭那么多的问题 哪里来的 今天不结婚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 维富的心肠 你不知道如何更好去牧养 你的什么 你的教会 所以结婚不结婚 也都是什么 一种自由 如果今天 你的教会 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子的 今天教会 所以我们想要按理你做牧师 就像我们将来可能 按理四位弟兄做牧师 那么家庭有要求 四位弟兄你能难达身 那么你 我们要按理你做牧师呢 我们有个要求 就是你继续先结婚 所以弟兄 所以我们的四位弟兄 以后 为了要更好的不是 主足牧师的人 他就一定要求 结婚 所以即使结婚不结婚 是谁的自由 四位弟兄的自由 但是因为家庭有这个要求 他就必须要求结婚 有一些家庭是这么要求的 所以弟兄你们不要觉得惊讶 所以你说要他结婚 他马上就能够找到对象 把神上帝给他愈备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 结婚不结婚是我们个人的自由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 我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 我今天看什么 神国的需要 所以你的自由 但是看状况 不对 做还是不做 好 那么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这许多的方面 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里讲到 基督徒的自由 看情况 所以我今天可以选择做 也可以选择不做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自由 那么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第一节 二十三节说出来 凡事都可行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昨天问候 我们可不可以看黑吃 可以 可以看黑吃吗 可以看黑吃 可以看黑吃 可不可以抽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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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 可不可以跳舞 可以 都可以是吧 好 这一位可不可以戴帽子 可以 可以 好 所以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不可以了 那我说了 我从另外的讲一个 就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 在微信上看到 有个弟兄发了一个 好 一个朋友这个说说 他说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 可不可以超烟腿 可以跳还是不可以跳 所以那个弟兄发了一道说 他说今天我们在神内 今天有敬畏的心 因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都敲得烟 好 所以今天可以还是不可以 敲烟腿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论 基督徒 为什么不可以敲烟腿 为什么我去问说 不可以戴帽子 圣经有没有说 不可以敲烟腿 没有 圣经有没有说 不可以戴帽子 没有 圣经没有说 所以圣经有没有说 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跳舞 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 凡事都可行的 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圣经有没有说 你做了这些事情 你就犯罪了 没有假 但是今天我们来谈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凡事都有这个自由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刚刚姐妹们都说了 可以抽烟 可以喝酒 可以玩游戏 可以看电视 可以看小说 所有的都可以做 但是这边请大家 会来看这个 今天基督徒 凡事都可行 但是运用自由 有三方面的什么 考量 所以当我们运用 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 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 对自己 对自己 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凡事我都可行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这件事情 是放弃的事 还行吗 不行 好 这件事是不是罪 你看看没有 我刚才说过 在汉语大词典里面 怎么解释这个自由 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公民享有的 按个人意愿活动的什么 权力 好 所以这是自由的一个定义 所以并不是我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做什么 好 所以不是我想杀人 今天就可以杀人 就是基本体凡事都可行吗 为什么杀人 杀人 你就触犯了什么 宪法和法律 不仅如此 今天杀人 是不是触犯什么律法 触犯什么律法 对吗 所以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讲到一个见解 他说今天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谁的例子 他举了以色列人的例子 当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被神拯救 所以上帝就被他们出埃及 出了这个四百年 维吟之家的时候 上帝让他们得什么 得自由了 从奴隶变成一个什么 自由的人的身份 结果呢 上帝一直告诉我们 这个出埃及的 历代的以色列人 因为得了自由的勇故 他们就开始什么 好做各样的事了 上帝说他们贪力二事 他们就开始拜五下行间 念事堂神 八月念 等等 所以上帝让他们得自由的目的 是为了他们做 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吗 并不是 所以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说 这些以色列人 除了埃及 得了自由之后 就烂约什么 放中这个肉体的情欲 最终的结果是 他们这些人 六十万三千五百个人 全部都倒闭在旷野 只除了两个人 除了加勒文学书雅 剩下的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里面 所以因为他们得了自由之后 就放中自己什么 肉体的情欲 想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所以后来他们全部都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说 凡事都可行 弟兄姊妹们 但是这个凡事 不包括什么 犯罪的事 所以 所有发觉是 我们都应当去逃避 好 所有犯罪的事 我们都应当去逃避 而另外一个 我们要看 今天对自己的 另外一个讨论是什么 我会不会受这件事情的 障子 G 在柯林多前书 第六章十二节 也是同样的一节经文 意思很相近 但是他加别句 凡事我都可行 他无论哪一件 我只不受他的障子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 看电视看电影可以对吗 玩意识可以对吗 抽一分酒可以对吗 神经六受这些事情是犯别的事 但 弟兄姊妹们 你会不会受这些事情的瑕疵呢 我就像他说过了 吸烟有害神经健康 那为什么你离开要吸烟呢 他说给你有自由 还是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因为你被什么 你被瑕疵出了呀 所以 吸烟有害神经健康 我真的还是要去吸烟 好 你已经没有自由了 你已经不能够去控制这个事物了 那也是这个事物在什么 控制你 所以就好像我们喜欢看 辨识剧的弟兄姊妹 对不对 好 不看到这一集你们不舒服 对不对 你一听到一听到一听到 没有看到这个结局我就受不了 所以 是不是在限制你 是的 所以你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 你告诉我 告诉自己 我看完这一集我就去睡觉 但是你会发现 真的看完这一集你就睡觉了吗 不一定是吗 你会惨惨惨惨惨 一集又一集 他在惨惨惨惨惨惨 你也要去看下一集 你有自由吗 你没有自由 你已经被什么 已经被瑕疵出了 睡的身体在那里 好 我把我的手机转过 好的 我睡觉之前 我以前都要玩什么 Candy Crash 好 已经一千多关了 非常 好 好 很喜欢玩 每天晚上 查完钟的时候 我睡不完 我睡不着觉 就我玩一比我小的 我睡不着 我晕晓了 睡不着 精神 很那个 所以我就睡不着 我玩一下游戏 我可以 一边躺在那里 玩游戏 一边就可以去睡觉 我可以休息 结果我就想 一条命晚晚就不了 结果 你就发现 玩这种人太厉害了 所以 稍微过一个关 他就给我收30分钟的力 再过一个关 他就给我收30分钟的力 还给我收很多的那个产品 所以我一直用 所以我就發現說 1點才完經 2點都睡得著 有的時候到凌晨4點我才能夠睡著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受了自己的困擾 我已經被這個什麼Candy Crush 挾持住了 所以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就喪圖訓練 我就告訴我自己 喪圖訓練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說失誤了下一次了 結果那天晚上我立定心思 我就跪在那天堂高 我就說 從此以後再也不玩這個Candy Crush 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玩得好嗎? 當時我心裡面想的是什麼 初級有網上再也不玩Candy Crush 我每次都白天不玩了 我每次都白天不玩 我白天是做地點才可以玩一下的嗎? 我就做了一個訟告 但是很感謝主 當我說我初級有網上 我再也不玩的時候 每次把一個我想要打開這個Candy Crush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一點 你今天不能夠再收這個褲子 我就把它關掉了 我一打開我就關掉了 剛剛開始的時候很難的 因為我一打開我就覺得我太無聊了 一次亂的時候我就想要忙 但是感謝主 那天開始我真的是白天都沒有打開了 其實我都沒有玩 不是沒有打開 每次打開我就打開 每次打開我就打開 每次打開我就趕快關掉 因為我今天知道 我已經受這個Candy Crush 控制了什麼? 太嚴重了 所以我願意把它給戒掉 所以我昨天講過 有一句詩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那一句詩呢 生命層可歸 愛情加根高 若為自由奪養者 接不及奧美 所以今天自由就是什麼? 不受瑕疵 如果今天 好這種事發生 如果生命跟愛情限制了我的自由 我就要把它什麼? 拋棄 所以我今天有可能 讓人覺得說我今天 好受到限制了 我可以把我的生命跟愛情拋棄 誰都偉大的一個事 但是弟兄姐妹們 今天我不要你去拋棄你的生命跟你的愛情 只要你知道今天這件事情對你產生的瑕疵 你就越來越能夠把它放下 所以今天對我自己來說 這件事情你受不受瑕疵 如果你受瑕疵的話 那說明你已經不自由了 那麼你今天有沒有這個自由去開什麼去做呢 你是有這個自由的 等一下我告訴大家怎麼能夠來使用這個自由 那我們接下來來談必撒克 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是否有什麼 是否有幫助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沒有幫助 我做了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保留在更一段時間處八章當節說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著我們 因為我們不吃也無神吃也無力 所以保留說我們食物不能夠幫助 叫神看著我們 所以以後我們就不用吃飯了對不對 因為不吃也無神吃也無力 你不吃也有沒有損害 食物不吃也有沒有損害 如果你一天不吃飯 你會餓肚子 兩天不吃飯 你會餓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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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保留這裡說的食物是 今天我們不要吃飯了嗎 因為吃飯不吃也無神吃也無力 不是的齁 所以我們要回到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看保留 我們剛說的第八章是講什麼問題 既拜託偶像的食物 到底可以吃還是不可以吃 所以既拜託偶像的食物 保羅其實從那裡沒有 真的告訴我們你可以吃還是不可以吃 保羅說的不是這個問題 保羅說的到底是什麼 今天你做一個經濟土 你有自由可以選擇吃 可以選擇什麼 不吃 因為飯時呢 我告訴大家 飯時那個時代初期大胃時期 主後第一世紀 主後第一世紀 是不是隨便哪裡都可以吃得到肉呢 你就說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 我們在小時候是不是 好 80或70後的人都知道 我們小時候是不是真的 每天都可以吃到肉呢 不知道攀你嗎 是不是 那是70後 絕對不是小時候想吃到肉 就可以吃到肉 對不對 所以 越是以前 在越是早的那個時期 並不是所有人 像我們今天 那個好像挺小看 以前是非常貧窮的 所以貧窮的在乎 你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吃到肉的 但是呢 有一個情況下 你是絕對可以吃到肉的 就是什麼 你去寺廟裡面 好 但是哥林多家會呢 哥林多城市有很多的什麼 很多各式各樣的廟 那這些各式各樣的廟 他們每一天都要獻祭 都要祭拜他們的偶像 所以他們獻祭呢 就要獻祭那些肉啊 等等的其他的東西 而獻祭完這些肉 然後就要什麼 主要跟大家一起吃 所以這些獻祭完的肉呢 除了說主要跟他們在一起吃 還有一個呢 就是剩下的吃不完 他們要來去市場上什麼 來去賣的 所以無論是怎樣 今天你只要 只要你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做下去嘛 吃這個肉 那 如果說 除了吃這個肉之外 你去市場上買回來的肉 也一定是什麼 雞排過偶像的 所以無論怎樣 你是一定會吃到什麼 這個雞排過偶像的這個肉的 所以 保羅說了 今天 特別是這些貧窮的人 他們沒有錢去買肉 但是他們可以去什麼 去這些廟宇裡面吃這個肉 對不對 因為 可能一個禮拜 一個月你沒有吃到肉 我就很想念這個肉的味道 所以我去吃一下 而且這個 我有支持 我知道我現在算了什麼 我可以去吃 但是呢 保羅跟大家說過了 做了一個基督徒對不對 今天我一次有吃 但是如果今天 有一個人 有一個信心軟弱的人 看到你吃的時候 他會跌倒 所以保羅說你就選擇什麼 不要吃 你就選擇不要吃 那為什麼選擇不要吃呢 保羅說了 食物不能叫神看助我們 因為不吃也無損 今天你會不會 因為吃了這一頓肉的原物 你就身體健康好 就變得肥肥肥肥肥肥肥 對不對 所以你這一頓不吃 也沒有損失 沒有損失 你今天 你今天吃了一個肉 還有很多益處 也沒有任何益處 也沒有任何益處 一頓而已嘛 除非是天天了 好 所以天天吃也沒有壞 也有壞 是要不成為多高 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說 保羅說了 食物不能叫神看助我們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食物對我的生命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保羅說什麼?不吃也無損,吃也無力滿力 所以有一些事情你做了對你來說有沒有認回主 你今天不做的話也無損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選擇不去做呢? 當然做都不做是你的自由 但是今天我們知道說 如果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沒有幫助的話 我做得到什麼呢? 對嗎? 好,所以我就這樣跟大家說 去年年初的時候我去加拿大去探訪我哥哥 23年沒見了 所以去探訪我哥哥,我哥哥看到我就很開心 所以他就擔心我今天晚上在那邊很無聊 他就做了什麼事情打電話 叫他朋友來告訴我,陪我妹來打麻將 所以為什麼要陪我打麻將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打麻將 那我告訴你們,那一次 去年的時候我已經將近七八年沒有打過麻將了 為什麼呢?因為來到教會之後我發現幾乎不打麻將 好,教會也沒有麻將可打 所以我知道 基督徒是不能夠打麻將的 所以聖命都說不可以打麻將 有沒有說不可以打麻將 沒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好,所以當時呢 看到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我們不打麻將了 所以來到教會當中沒有人打麻將 我也知道麻將可能不好你就不打 所以那天呢,我哥就叫了幾個朋友過來陪我打麻將 哇,但是我心不心動很心動啊,我很糾結啊 好,我心裡也知道說,今天在我身邊 有沒有我的弟兄妹妹?沒有 沒有人認識我,除了我哥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我今天打的話也沒有關係 不影響你的人對不對 好,而且這些人是我的專人再來陪我什麼打麻將解論的啊 所以我打這個,心裡很糾結是 欸,不要去那個,我哥的心意嘛對不對 好,所以當時很糾結,大家感謝就好 當時我就真的想到說,凡事我都可惜不得於立初啊 所以我當時就想到說,我今天打的這個麻將也準備立初呢 不打因為為什麼,損失呢?沒有 所以我,我覺得當時我不打 他們自己抽了一桌去打 那我就在那邊看電視,然後吃水果了 我就吃完我自己上去睡覺了 不知道會不會打到凌晨多少點 好,所以我說以前就有糾結 不知道麻將擺在我面前我會不會去打 不然是經受得住這個誘惑 好,除了一點之後我知道 除此也不會再受到麻將的瑕疵了 今天你把麻將擺在我面前 好,所以不會去打凌晨的 雖然我很喜歡打麻將 因為我從小的麻將都沒有什麼 長大的 好,所以你修姐妹們 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是沒有什麼 沒有繁住的 所以我可以選擇什麼?去做 所以我們剛說的吸菸 有害身體健康 對身體有沒有幫助?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喝酒有沒有壞身體? 喝酒也是有壞身體 你看傷肝又傷肺 所以你看,無論是喝酒還是吸菸 對我們的身體有沒有幫助 對我們的生命有幫助嗎?沒有 沒有 好,那我們剛說過還有什麼 好,王游戲可不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 沒有 沒有 沒有,是不是 所以我以後衝刺再也不好 好,所以今天看狀況 你修姐妹們 吸菸有害身體健康 對我的生命沒有幫助 而且吸菸今天 我們看到說有些內修 那個煙引爆炸的程度是 你一定要吸什麼? 很多的量 很多的量 你沒有辦法控制你自己 所以今天你就變成一個室友的人 那麼今天作為一個基督徒來說 對你自己沒有幫助 而且對你的身體有所害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去做呢? 所以等於說今天我沒有了這個自由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樣才能夠覆蓋這個自由呢? 所以我們的教員4號 到底要怎樣才能夠覆蓋到這個自由 所以好,再說一下好 弟兄妹妹們 請問各位超然 好,我告訴你們為什麼我今天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弟兄不好的問題是 我剛才說的 那個弟兄覺得你們今天在敬畏的時候 你們敲著二氧腿 他覺得這是對上面的什麼? 敬畏 敬畏 所以 如果今天有一個你身邊的人 看到你敲著二氧腿 他真的覺得你們敬畏 你看 今天這個主席的 這個傳道人 還不負責 你們怎麼敬畏的時候敲著二氧腿呢? 好,學校就覺得什麼? 不應該敲二氧腿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今天很多人可能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弟兄他就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弟兄的話 你敲不敲二氧腿? 不敲二氧腿 不敲二氧腿 但是敲是你的自由 不敲也是你的自由 敲二氧腿 敲二氧腿 不犯罪 犯罪 所以弟兄姊妹 明白嗎? 這是我們的自由 好,所以我們感謝主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做為運輪自由的三方面的考量 第二種 就是對別人 好,今天凡事我都可行 但是呢,我們剛說過了 凡事都可行 但都照舊了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那要求什麼? 別人的益處 好,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好,那還是要求什麼? 別人的益處 好,那還是要求什麼? 別人的益處 我剛剛聽的這個道 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還要求別人的益處 所以這個姊妹就浪給你吧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好,還是不好 那個 另外,那個 那出去 給了另外一個益處 那個益處 不開心 這個人太好了 好,所以這是正確的嗎? 不是,凡事求別人的益處嗎? 不是講這個意思,對嗎? 好,所以今天 好,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說不求 不會自己求 不求自己的益處 指的是這樣子的事情嗎? 不是 所以我昨天說過了 我們今天 不會自己求 好,那也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今天我知道 我所需要的一些神 已經為我什麼? 預備好了 我今天不會我自己求 那本的益處 那是因為知道 今天就算我不求 撒祢也已經把他什麼? 給我了 所以今天一定會說 我今天不求 這個益處就沒有了 不會了 上帝已經給你了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那麼今天 我為著 我知道這個 這裡的緣故 我今天為著別人的緣故 我放下自己的一些什麼? 再放下自己的一點權力 我可以放下我的權力 使別人得到什麼? 益處 所以就好像我們 今天常常的時候 我們在工作當中 有的時候 同樣的 是一些 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好,那麼 有的時候你事情做完了 那麼別人的事情是什麼? 還沒有做完 對不對? 那麼你覺得 我的事情做完了 所以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在那邊休息了 對不對? 你工作做完了 你可以休息 那麼另外一個人 他如果沒有做完 他要繼續什麼?工作 那麼你有的自由 我就是在那邊休息 但是我今天 我已經讓這個人 可以得到益處的緣故 我可以放下我這個什麼? 休息的權力 我可以去稍微什麼? 幫一下他 我當時都是說 幫你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做了 你這樣子反而去害了他 對不對? 而是你可以選擇在什麼? 適當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去什麼? 幫助他一下 使他得益處 誒 你放心說 當你選擇這麼做的時候 這個人可能因為你的見證 他就說 這個精度真是很不錯的人 但是請分清楚 事情的輕重環境 是你自己的事情做完了 你該做的事情做完了 你可以去稍微去幫助別人 所以譬如說 我為了求別人的一處 我不求自己的一處 今天我所有的朋友 你們不要做事情 都坐在那邊休息 所有的沖頭到我 我幫你們說 你不求自己的一處 哪求別人的一處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信心 跟我們的愛心 是要什麼?相比相比 而我們使用愛心的時候 也需要有什麼? 知識跟見識 所以弟兄姐妹們 今天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無論有人 不要求自己的一處 還要求別人的一處 我再提醒一下 我不求自己的一處 不是因為我喪 不是因為我喪 也不是因為我虛偽 那是因為我知道 今天我的一處 神已經為我什麼? 愚昧了 是我的別人都不去 因為這是上帝 嫁給我的一部分 我今天不會因為放下 我的一點權力 就失去了我的什麼? 一處 因為上帝不念我 所以我們感謝主 對別人呢 我們要首先來看 有一個原則 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 對於信徒來說 這件事情 會不會讓別人跌倒 會不會 對別人有沒有什麼? 造就 所以 歌歷公前述八章九節說 只是你們要謹慎 恐怕你們是自由進成了那 軟弱是人的大小吃 所以我們剛剛還是講到 一八章的 很多人有知識 他們吃了這個祭拜 和偶像的食物 就是那些軟弱的人 跌倒了 所以保羅說 如果是這樣子 你們就不要什麼? 不要吃 保羅他跟自己說例子 他說 如果食物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遠什麼? 永遠不吃肉 我就永遠不吃肉 那我昨天也講到說 好 可不可以跳舞? 可不可以跳舞? 可以跳舞 對不對 那麼 可不可以在軍隊的時候跳舞? 可不可以在敬拜的時候跳舞? 你要說 可不可以在敬拜的時候跳舞? 可以 我們敬拜的時候沒有跳舞 沒有跳舞 那是不是不可以跳舞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到過 別人敬拜的時候跳舞 有 有 所以可不可以在敬拜的時候跳舞 可以 可以 好 大衛有沒有看過 大衛在迎著 遊貴進天路下冷城的時候 大衛是不是一邊跳舞 一邊迎著遊貴進去 遊貴進去 他為什麼在跳舞 他太開心了 太喜樂了 善利的遊貴 消失了七十年的時間 他今天終於把遊貴找到了 他把遊貴迎到什麼 回目單 花起快樂 所以他一邊跳舞 一邊怎麼樣 好吧 這位遊貴迎進城 可是當時有一個人看見 大衛跳舞的時候 哇 那個人怎麼樣 就是這個人怎麼可以跳舞 他說他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軍王 他說大衛你做一個軍王 你怎麼可以在百姓的面前跳舞 不覺得丟人欠援 這個王后啊 是大衛王 他認為自己做一個軍王 怎麼可以跳舞 學弟兄姐妹們 可以跳還是什麼可以跳舞 可以跳舞 對不對 跳舞是自由 所以你在敬拜的時候 可不可以跳舞 可以跳舞的 好 但是你說我們的家 為什麼我們會跳 為什麼我們手 不知道跳舞 請問一下 我們的敬拜堂的弟兄姐妹們 這樣你們跳 你們跳得起來嗎 我們的弟兄姐妹跳得起來嗎 我們文化背景 好 族群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去台灣人的教會 你覺得他們很喜歡什麼 他們會跳舞 好 所以你去 你去有一些 那個特別是老外人的教會 他們不會跳舞 也會跳舞 好 但是原準的教會是不跳舞的 好 所以跳舞 不跳舞 你在敬拜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什麼 很自由的 甚至我們可以舉手敬拜一聲 我們可以 好 可以 好 但是如果 我們當中有的人覺得說 欸 今天敬拜的時候 如果跳舞 今天敬拜放在上面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 我真是受不了這個環境 我一定要投入 不要來這個教會 所以為了這些人 不要跳舞 他們就不要跳舞 好 所以弟兄姐妹們 定位不造就能夠 會使別人跌倒 好 那我昨天也說過 有一個牧師姓陳 叫陳嘉玟牧師 好 幾個禮拜之前這樣跟他們分享 然後有一次呢 他們就會玩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 開心很快樂 一邊吃飯飯 他們就開始拿 撞圈跳舞 就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跳舞 很開心 很開心 所以他們跳舞 所以牧師不喜歡跳舞的人 不說我不跳 但是弟兄姐妹太熱情了 定把他拉上去 什麼 跳舞 結果 好完蛋了 為什麼完蛋了 旁邊呢 在另外一個 刀箱裡面呢 有一些什麼 其他教會的弟兄姐妹 結果那個其他弟兄姐妹 所以教會的弟兄姐妹 你們聽到這邊 哇 這麼開心 這麼累的 快看了一下 喔 扯牧師在跳舞 所以這個教會的弟兄姐妹 從此就傳出一些 什麼 很多的言語 這個牧師怎麼可以去跳舞 所以牧師那個時候 聽到說自己 他說 因為這些人的言語 從之後再也有什麼 再也有跳舞 學弟兄姐妹們 你看到沒有 跳舞跳舞 人們的自由 做為我們的自由 可是當我們今天願意 為整別人的言語 放下我的這個什麼 自由 好 那當然不要再 好 據說如果今天我們的 皮特長腦 在人前很會跳 可以跳舞的 他可以跟學姨一起跳 只能跟長腦妹一起跳舞 雙龍舞 他就不能跟其他的姐妹什麼 一起跳舞 好 因為如果他跟其他的姐妹一起跳舞 的話 他還有問你的是嗎 所以 能不能跳 如果對別人造成跌倒 我就認可 怎麼樣 他們就不要跳舞了 好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的自由 好 這是我們的自由 好 所以身下的時候 你想怎麼跳都怎麼跳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今天 你在人間會使別人跌倒的話 有一個生命長出來的話 那就是什麼 你就逼你們在這個人面前 你就做這種事情 好 是因為他軟弱 好 不是因為我們虛偽 是因為他太軟弱了 我顧念他的嚴護 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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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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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асть在一個姐妹之後決定什麼 回家 回家 回家幹什麼 躺在那邊享受對吧 好吃我曾經沒有吃過的 去我曾經沒有去過的地方是嗎 走蠻何人設定不成 不是 腻子女媲們 他選擇回家為的是什麼 好 哦 那個腻生你不知道你 aisle說會失去你一半的性命嗎 他說 塑膚 好 你不知道我要將我這一半的性命向我的親 юm串 埋蔓 所以妳師借又 這個 Orleans 這個婦女她選擇回家 選擇這一半的幸運的緣故 是為了像她的什麼? 親友長輩 因為她願意放下自己的藝術 為的是叫她們能夠什麼? 而救 所以真的是我們看到說 今天我願意為了福音的緣故 我可以在哪些方面 放下我自己一向執著的 權力和自由呢? 為了福音的緣故 你今天在工作的時候 你身邊有很多什麼不信主的人 可能有很多對不對? 你今天願意放下 每一些你一向執著的權力和自由 使他們能夠真的是願意來信耶穌呢? 好好思考好嗎? 這是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要去思考的 好 那麼最後我們要來談這件事情 是否真正的榮耀神 這件事情是否真正的榮耀神 所以保證說 你們或是福的話 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為什麼? 榮耀神而行 好 今天我們基督徒行事為人的最高準則 就是要什麼? 榮耀神 因為聖經裡面告訴我們什麼? 聖經說我造救你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榮耀我 你們是為榮耀我而造的 所以基督徒人生的最終目的 是要來榮耀神 所以 弟兄姐妹們 什麼叫做榮耀神? 什麼叫做榮耀神? 一件事情 如果是犯罪的時候 不會榮耀神? 不會對不對? 犯罪的事情你做到榮耀神嗎? 你犯罪的時候 別人會說 哇!這真的太棒了 這個是一個基督徒人 他還可以犯罪的神 不會對不對? 好!那一件事情 如果會使我們受到瑕疵 能不能夠榮耀神? 不能! 一件事情 如果對我們本身沒有益住的話 弟兄姐妹們 我們做的再多 能不能夠榮耀神? 不能!對嗎? 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做了 會使別人跌倒 我今天做了 會使別人跌倒 這件事情能不能夠榮耀神? 不能夠榮耀神 所以如果說 我們看到什麼叫做榮耀神 就是前面我們看到說 法治都可行的人 我們是法治都可行 但是在我們法治都可行的情況下 我們剛剛看到兩個考量 一個是對自己 一個是對別人的 如果我們剛剛那個考量 我們從來都不去考慮 還是去做的話 你一定不能夠榮耀神 你一定不能夠榮耀神 但是你今天為了這些考量的用途 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也有不做的 只有你選擇不做了之後 你發現他就在什麼? 你就在榮耀神 弟兄姐妹們 你就在榮耀神 所以我們今天說到榮耀神 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是不是一個人讀書好 結果一定榮耀神 你今天說 我兒子我女兒 你看不是不得這麼好 你一天拿獎狀 一定榮耀神 他說上帝我將榮耀歸給你 如果你的真的孩子 一邊拿著獎狀 一邊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孩子 從來不顧 你今天要上背痛呢 你的孩子不理不會的 他只知道他輸 他榮耀神嗎? 不會榮耀神 如果今天你的工資很高 對不對 你今天也在做一個很高的位置 可能是經理 總經理你今天做了好大 你榮耀神嗎? 就是我今天你看 我今天在某某個公司 我今天做上了CEO的位置 我怎麼不榮耀神 我今天做在高榮 你榮耀神 真的嗎? 不是 很多事情 你看 今天很多你做的事情 你關心跳住了 可是他不一定是什麼? 榮耀神的事情 所以今天到底什麼事情 是榮耀神的 是別人的益處的事情 就是榮耀神的 弟兄姐妹們 今天什麼 我或是或是 無論做什麼 能夠使別人的益處的 這件事情就是什麼? 榮耀神 我今天或是或是或 無論做什麼 對我自己的生命是有益處的 也能夠造成到 我的家庭工作跟教會的 這件事情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榮耀神的 所以 弟兄姐妹們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被逼十字架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從十字架上下來 可以 對嗎? 可是他 下來榮耀神 還是不下來榮耀神? 耶穌能夠從十字架上下來 是不是非常榮耀神? 你看 哇 你看被逼十字架了 可以直接就下來 好榮耀 我們真的榮耀神 不 所以聖經裡面 我們看到 聖經裡面說 耶穌基督不以自己與生 同等為殘酷的神 乾淨取了奴土的樣子 成為人的樣子 就 甘心順福 以至於是 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 這個才是什麼? 榮耀神 那他為什麼不從十字架上下來 乾淨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呢? 為的是誰的益處 為的是重能的益處 對嗎? 為的是人能夠什麼? 從死亡裡面 從罪惡裡面被拯救出來 所以 耶穌基督 榮耀神 一定死 死他是什麼? 榮耀神 所以 我們感謝主 我們今天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有自由做 但我們也有自由什麼? 不去做 這都是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今天說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做個自由的基督徒 做跟不做都是你的自由 所以 好好運用你的自由 那我剛才說過了 今天我是不知道了這些 這三方面的考量的時候 我就一定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了 你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了嗎? 好 你知道我今天聽著這篇道 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知道怎麼做了 而且我一定能夠說得出來 可能嗎? 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訴你 為什麼? 就像我剛才開始 剛才開始我們說的 因為例子的情善 扶得我 行出來什麼? 扶不得了 那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 你們 當你們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不是我已經知道真理了嗎?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自由呢? 好 在哥林多後書3章17節也說 神樂靈在哪裡 哪裡只有自由 所以當我們今天得知真理的時候 真理需要讓我們自由的 需要讓我們知道 今天需要在真理的方便 因為我隨便做 我可以做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自由 問題是 今天我們知道了這個真理 我們不一定能夠行得出來 反正是因為今天我們沒有依靠什麼 沒有依靠什麼 所以 在這裡保羅說什麼 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依靠聖理 主的靈在哪裡 哪裡就有自由 所以今天無論凡事 我今天知道了這件事情 你說上帝啊 我有做跟不做的自由 我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到底要選擇哪一個自由 你是做的自由 還是不做的自由 那麼你要來選就選 求聖靈來移到你 因為主得靈在哪裡 哪裡就有自由 所以 今天我們也看 好 我們當中 有一些弟兄 我們認識的一個的同工們當中 他曾經戒焉成功了 是怎麼戒焉成功的 他真禱告 他禱告上帝 他說上帝 我想要戒焉 他說你今天讓我戒焉成功 你一定要犯罪我戒焉 所以後來他戒焉成功了之後 我弟兄給你們 他真成功了 一聞到一聞 他就想吐 他成功了 但是呢 據說 以前兩年 他又在什麼 心太淘了 又開始吸焉了 後來他又戒焉成功了 所以我們看到沒有 當我們今天戒焉成功的時候 是不是就一次得生 一個得勝 並不是 所以 就像我們昨天 這家弟兄 他分享什麼 他就分享他有十幾年的王影 他就很喜歡我們遊戲 他很喜歡玩遊戲 但是 好我們知道 當他信主了之後 他發現這個遊戲 下次的他什麼 他遇開了 他就宣説了 一定要戒到什麼 戒到這個遊戲 但是弟兄怎麼樣 我們戒到這個遊戲之後 當別人再打開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就真的是不會去玩嗎 你發現說 有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誘惑存在的嗎 所以 一致的是 不代表永遠的事 所以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知道 什麼事情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自由的時候 我們要來尋求誰的幫助 我們要依靠神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來尋求 聖靈的幫助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靠著你自己 你是常常會什麼 會跌倒的 所以保羅在 所以你不要覺得你會靠自己 凡是靠自己的就是常常能力什麼 跌倒的 就像彼得說了 即使眾人都跌倒 我卻什麼 也不跌倒 結果保羅三次不認出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真理 主的靈在哪裡 還有具有自由 我今天是否 懂得如何來遵當聖靈的行事 所以你知道嗎 當我們今天來尋求神的時候 你知道你有做跟不做的自由的時候 你尋求聖靈 你知道聖靈 常常會在我們的心裡面給我們一個引導 你知道如果你選擇做的話 可能這件事情你做會使別人知道 聖靈會給你一個什麼 不平安的感覺 你知道你如果做這個選擇 你就不平安了 但是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看到說 其實聖靈常常在引導我 只不過今天我選擇 是不是要去順滬聖靈的引導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自由 對吧 這也是我們的自由 那麼聖靈裡面說 如果我們今天選擇 體貼肉體的情慾 昨天這條例說說 體貼肉體的情慾的就是什麼 就是死 但是當我們今天選擇 體貼聖靈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什麼 生命 安 所以 這是基督徒的自由 那麼我們今天說了 做個自由的基督徒 我怕那個弟兄姊妹呢 是做一個什麼樣的自由的 而是今天 這件事情我想做 我就做 這件事情我想不做 我就可以什麼 我去做 我有家族的自由 因為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受 但不都以為一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要求什麼 自己的一處 都要求別人的一處 好 我們來講 我們來打告 才能聽過我們 在大人的面前 主我們就是 將我們的眾敵修 特別都交在我們的手中 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我們曾經都死在 罪惡過半半中 主要我們曾經 都是罪惡的人的故 當然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 耶穌基督的有故 主要你說我們 因著愛子 耶穌基督的寶血 被遷到愛子的活動裡面 主我們從今以後 成為神的兒女 主啊 我們還是有自由的人 主因為你也說 我們能招 哪些要有的自由 但主你也請見我們 不要用我們 只有能招而得的自由 去放出那肉體的情欲 主你說我們還是要用愛 性能彼此不視 主我們這是願意 今天我們載著 每一個弟兄姐妹們 主我們虽然 凡事都可行 主虽然很多的事情 主神經裡面告訴我們 這不是罪 我們可以做 當然主讓我們願意去思考 主讓我們願意去考慮到 別人的緣故 主啊 為了讓別人得益助的緣故 我願意犯下 我自己的某一些權利 主啊 我也願意犯下我的自由 好使別人真的是 因此得到造就 主啊 更是是我身邊的 許多不信的人 主也因著我 放棄我權利的某些自由的緣故 主啊 他們也能夠來信你 主的是因為今天我們 是基督徒使用的這個自由 主啊 我們做跟不做的時候 主都讓我們能夠來 能耀你自己的聖命 主 因為我們被照的目的 還是會要能耀你 主 我們今天感謝你的聲音 因為今天我們也看到 憑著我們自己 我們這是什麼都做不了 主 幫我們感恩 因為你將聖靈賜給我們 主聖靈今天鑄在我們裡面 主啊 會要引導我們走前面的道路 願意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來 學習操練聖靈的聲音 感謝恩主去聽我們的禱告 和耶穌基督的名求 恩 阿姨